公颈癌9架疫苗来了 那么之前入室的2架和4架疫苗的接种情况又怎么样呢 南方都市报调查就发现家长和适龄的青少年 这个最重要的接种对象群体还没有行动起来 南方都市报调查的是广州的情况 那么在广州4架疫苗是备受追捧经常短缺 2架疫苗却是乏人问津 那这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因为来打这个疫苗的大多数年龄较大的女性 已婚已育的不少 40岁上下的女性是最为其中 所以造成了4架疫苗的供不应求 而2架苗的市役人群是9到25岁 意味着是青少年女性 但目前在广州 这一人群的2架苗接种率可能连1%都不到 调查就显示 对公颈癌疫苗最佳的接种时间不了解的家长 占比超过了6成 家长们不愿意带女儿接种的原因当中 担心疫苗安全性的超过8成 认为女儿还小的占到了6成 还有3成的家长不认为女儿有这方面的危险 专家说了 其实这和那些认为进行性教育 会导致性行为提前的认识一样 是一个巨大的不屈 实际上在我国的子宫颈癌发病人群当中 9到25岁是一个高峰 40到45岁则是另一个高峰 另有研究数据显示 9到14岁女性接候抗体水平比15到25岁女性高两倍以上 因此越早接种保护效果越好